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结果他检查的出来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照出来的片子看就是他的关节缝隙已经很窄了 而且长了很多的骨刺 于是妈就开始膝盖的疗程 每个星期他要去医院一次 要连打三次的玻尿酸 医生也开给他很好的微鼓力在吃 可是那效果都很有限 那妈每次他坐下或者是他站起来的时候 他都会很疼痛 然后他没有办法立即站立 那个脚都伸不直这样 然后到了10月31日的祷告会当中 那牧师就叫大家要操练多亲近神 也就是说除了灵修时间之外 要再增加一个小时的祷告来亲近神 然后并且将这个操练分成两阶段 每阶段三个月 要设定目标来专注祷告 也要经历神的恩典和荣耀 那刚开始的两三天 妈妈他并没有很准确的操练 那于是我就对妈妈说 要他向神来改换比较可以掌握的时间 并且不要和灵修混为一谈 那到了11月4号星期三的敬拜赞美聚会 牧师又教导我们说 就算是为自己很迫切的愿望向神祷告 也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要增加为2016年的先知特会 和我们的国家前途来祷告 那第二天就是每个星期四的晚上 那是我和妈妈家庭祭坛的时间 那我们就按照原本家庭祭坛的内容来进行 刚开始我还想说 今天要更多的为妈妈的膝盖得医治来祷告 那当刚开始敬拜赞美后 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 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 那我们唱诗歌就越唱越喜乐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 为先知特会还有国家来祷告 那圣灵他就提出很多祷告的事项 那我和妈妈就开始 一只轮流 一只祷告 一只祷告 然后就在祷告到国家的一半的时候 妈妈就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这是她几个月以来 第一次可以毫无疼痛的拦阻 直接站立起来 然后之后她又走到餐厅 然后又走回我们祷告的房间 然后妈妈说她突然不痛了 所以她就站起来感谢神 神是信实伟大的神 他说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他都知道 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还没有开口求医治 他就医治了 愿荣耀颂赞归给恩典丰富 信实慈爱的上帝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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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